大家好,今天是航水的主要交流会 今天他们的还是比较多的 今天来的晚一点啊,抓紧领,大家来转一转 这是咱们传统的豆青柚的小盘子 价格不高 这个呢,都是残的呢,就是几十块钱 百十块钱 今天来逛地摊的人也比较多一些啊 真来不了 有一个青花又里红的一个狮子盘 像这种盘子完整的特别的少 完整的价格呢,大几千 品相比较好的,尺寸二十八厘米 原来都是过万的 不过呢,很难遇到全品的东西啊 看这个罐呢,这个呢,是个仿 看来这个口做旧的东西 青花呢,也没有蕴散感 这种大湖,民国时期的啊,这是典型的洋篮啊 西宗城 东西在,你不用吃 这口呢,都有钱 东西是老的 这个朋友在教古语 不知道,那是老 多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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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便宜 那一边一个 这一个 埋着花一边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 不是古语啊 跟大家说一下 不是老语 是不是老语呢 其实呢 打眼一看 大概齐啊 百分之八九十了啊 然后呢 再一上手 看看公盆啊 看看它的 沁色啊 基本上呢 就是百分之百 满玉的话 尽量呢 是带着这个放大镜 可以仔细的边缘一下公盆 但是现在基本上呢 好多呢 坐的都 都比较那啥 都比较假一些 看这个 青蛙又里红的湿油盘 看这台底啊 很湿 放慢镜头再看一下 看清楚了吗 看这表面呢 也有使用痕迹啊 但是非常的湿 这是防瓶 这个大瓶 好长啊 大家说这个瓶 是新是老 给大家看了看 这是青蛙 大家看这青蛙有印象感吗 看那个口 口是残的哈 抹得黑乎乎的黑油一样 东西呢不老哈 大家就要问了哈 为什么这个东西残了 它不是老子 哎这就是抓住了我们一些 哎这个藏管的心里哈 那东西明明是新的啊 老板呢有的时候 在搬运过程当中 把口打坏了啊 或者长期搬运哈 因为这么大的物件哈 在车上 像呢 它呢因为是防瓶 也不做保护哈 因为价格比较低 有的时候打碎了呢 更好卖一些哈 咱们潘家园的好锅的那个摊主啊 这个新的东西啊 敲碎了卖 反正啊更好卖啊 而且呢卖的价值更高 因为它是康熙的 它是缓康熙的东西啊 就是康熙的东西啊 一截了个口以后 留下半截 它价值呢也非常的高 所以说这一点呢 大家也要注意哈 我又一段爱楼 宽山江千世印记 一程天起 一程雨 我入戏 平天遮罪 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